树河古镇又称为龙泉村 它位在丽江一北八公里的地方 早在明代这里就已成为滇西北的重要急镇 南来北往的商人们在此地聚会 到这儿来进行交易 现在则被开发成为一个新的旅游景区了 现在请观众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 树河古镇它新的气象 新婚的喜气渲染了御水寨的风光 像这样令人陶醉的美景 在御龙雪山脚下比比皆是 山上清澈的雪水 不仅成了养殖业发展的裁员 也成了观光业经营的活水 而我们即将造访的树河古镇 是一个很实际的典范 也可以说是丽江古城发展模式的再延伸 当年徐霞克由芝山解脱临时 曾经走过此道 在他的邮寄中这样写着 过一枯建石桥 西沾中海 柳岸坡营 有大聚落临旗上 视为石河院 而石河呢就是今天树河的古称 请观众回顾一下 这是十年之前大陆寻奇 造访树河古镇时的景象 当时这儿的那些人呢 几乎都是务农 或发展手工业维生的 同样是这座建在明代万里年间的大石桥 同样是错落有致的民居房舍 同样是一山傍水 但十年之间的氛围 落差不可谓不大 今天树河古镇的那些人呢 都改行做观光了 生活条件自然是提升许多 这是一种趋势 更是一种选择 树河古镇跟丽江古城的布局建设 几乎是相同的 事实上呢 它可以说是丽江古城的组成部分 它属于世界文化遗产的范围之内 这儿的每一间民居不是改成商店 酒吧 咖啡厅 就是打造成民宿 兼营餐饮服务 此外呢 它有像丽江古城一样的四方街 大石桥 还有树极和河水流过 各家各户 处处是小桥流水 景物民俗也都似曾相识 相较之下 树河古镇呢 还是显得较为古朴原始 至于在一品店方面 由于它曾经是以皮革加工 竹编等工业文明于世的 这儿呢 有树河皮匠一根锥子走天下之说 所以在这儿的一品店当中 不难找到一些好东西 我们凭着过去的印象 找到一户十年之前 我们曾经造访过的人家 不过现在呢 应该用商家来称呼 比较贴切 庭院里成串的梨子 过去是农家用来添营养的 而现在的观赏价值 似乎是比较高 以前用来晒青柯的架子 现在呢 改成供游客喝酒 喝咖啡的雅座 这一切的安排 都是为了让游客感到赏心悦目 愿意登门光顾 而我们呢 则完全是基于久别重逢的情感考量 来好好感受一番到底之间差异何在 至于这儿的咖啡好不好喝呢 气氛对不对味 倒非我们所在意的 从雅座往外看 过去水道明显的变小了 把空间腾给游客散步 当地那些人也乐在其中 少了一点城市的熏销 多了一点乡村的气息 这是树河跟丽江之间的差异 倒是在水这方面呢 都同样的重视 此地的水 无疑都是他们的灵魂 其实树河还有一点特色 是一般游客不太容易发现的 那就是树河以发达的教育著称 早在清朝乾隆年间 树河就开设了由政府公住的义学馆 还有三所私塾 使树河成为著名的人才之乡 但您若能从每家民宿主人的 经营风格去感受 应该就能发觉这之间的微妙差异 来到树河 吃一样跟那些族是脱不了关系的 不过您倒不必担心 会吃到太多重复的东西 就算是简单的火锅呢 也可以吃得非常有特色 看到我们这个大铜锅了 这个铜锅里边呢 有粉丝啊木耳啊白菜很多 那下面呢还有 因为它的汤是用鸡汤炖的 也有猪排骨汤啊 还有辣排骨很多 那今天我们是拿土鸡汤来炖的 那放上粉丝啊木耳啊那些 菜进去呢味道更加鲜美 火锅并不是纳西人的传统饮食 但却是很大众化的吃法 只要在锅具和火锅料中下点创意 就很容易掳获消费者的胃 当然传统的纳西特色菜还是不能少的 像这种用取米根草料染成红色的大肉 就是非常经典的纳西菜 所以挺强价这个红烧肉 看上去很肥 但是这个呢是肥而不腻的 确实肥而不腻耶 吃起来没有那个肥肉的感觉 而且入口即化 那瘦肉的部分会过烂 炖鸡不算什么特色料理 但如果用鸡油菌来炖 可就大大不相同了 那这边的话就是 我们的土鸡炖我们的鸡油菌 这应该是最补的一道菜 最自补的一道菜了这个 那这个的话 我们的郝老师呢比较瘦 来点清淡了 但是其实它不是很油腻啊 这边的土鸡 这鸡油菌在这边 也是特别的珍贵吗 不算特别珍贵 但是它炖在鸡汤里边 味道特别鲜美啊 这边就是七八月份的话 就经常可以吃到 就是我们做的季节菜 很香耶 鸡油菌有一个很特殊的香味 这个就是我们丽江传统的一种 我们自己认为是一种美食 它的名字叫米罐肠 那这个呢就是用猪血 还有那个猪大肠 把米啊给它拌均匀了以后 塞到猪大肠里面 切片炸出来的 这个呢就是大家现在可能 很看不出来啦 油炸过的 但是这个是我们丽江 最有特色的一个小吃 叫鸡豆凉粉 那这个鸡豆凉粉呢 不仅可以凉拌地吃 而且冷的时候 天气冷的时候呢 还可以油炸地吃 那那种鸡豆呢 只有在我们这个天西北这边 海拔三千米以上 才能在比较野生的状态上 才长 如果说是有化肥啊 有农药的地方 它就不能生长 有没有吃出来凉粉的感觉 还是已经有别的味道 它看起来很像炸芋头 完全猜不出来是凉粉做的 嗯 是凉粉 而且其实它外面是整个是炸酥的 然后有辣的那个拌酱嘛 但里面就是凉粉 所以其实吃起来很爽口 并不会觉得它油腻 这边也有一道凉粉做成的菜 是不同的做法 一看大家可能就 不可能跟那个凉粉连续在一起 但是这个呢 也是油炸凉粉的另外一种形式 像清明节啊 那些去扫墓啊的时候 整个家去外面野炊的时候 一定要带上一些干粮啊 这个就油炸食品 另外呢 就像纳西竹的男士 他到外面去 就是范茵啊 捕猎那时候带一些干粮 都会带上这些 干粮 再配上一些酒啊 就是我们的 比较特色的下酒菜这些了 这个已经完全吃不出两份的感觉了 它吃起来就像是那个油炸的酥饼一样 有点像虾饼 这家民宿十分讲究 不但在吃的方面花了不少心思 餐后还安排了纳西族的鱼杏节目 在玉龙雪山脚下 还有一处不一定好玩 却值得造访的地方 那就是玉湖雪松村 这儿是知名科学家洛克的大本营 而洛克何以会在这里 从植物学家变成人类学家 这可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等各位来探索了 当年徐霞克由枝山解脱临时 曾经走过此道 在他的游记中这样写着 过一枯建石桥 西沾中海 柳岸坡营 有大聚落临旗上 视为石河院 而石河呢 就是今天树河的古称 请观众回顾一下 这是十年之前大陆寻起 造访树河古镇时的景象 当时这儿的那些人呢 几乎都是务农或发展手工业为生的 同样是这座建在明代万里年间的大石桥 同样是错落有致的明居房舍 同样是一山傍水 但十年之间的氛围 落差不可谓不大 它有像丽江古城一样的四方街 大石桥还有树极和河水流过各家各户 处处是小桥流水 景物民俗也都似曾相识 相较之下 树河古镇呢 还是显得较为古朴原始 至于在一品店方面 由于它曾经是以皮革加工 竹编等工业文明于世的 这儿呢有树河皮匠一根锥子走天下之说 所以在这儿的一品店当中 不难找到一些好东西 我们凭着过去的印象 找到一户十年之前 我们曾经造访过的人家 不过现在呢 今天树河古镇的那些人呢 都改行做观光了 生活条件自然是提升许多 这是一种趋势 更是一种选择 树河古镇跟丽江古城的布局建设 几乎是相同的 事实上呢 它可以说是丽江古城的组成部分 它属于世界文化遗产的范围之内 这儿的每一间民居 不是改成商店 酒吧 咖啡厅 就是打造成民宿 兼营餐饮服务 此外呢 用商家来称呼比较贴切 庭院里成串的梨子 过去是农家用来添营养的 而现在的观赏价值 似乎是比较高 以前用来晒清科的架子 现在呢 改成供游客喝酒喝咖啡的雅座 这一切的安排都是为了 让游客感到赏心悦目 愿意登门光顾 而我们呢 则完全是基于久别重逢的情感考量 来好好感受一番到底之间差异何在 至于这儿的咖啡好不好喝呢 气氛对不对味 倒非我们所在意的 树河古镇又称为龙泉村 它位在丽江一北八公里的地方 早在明代治理进行成为 滇西北的重要集镇 南来北往的商人们呢 在此地聚会到这儿来进行交易 现在呢 则被开发成为一个新的旅游景区了 现在请观众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 树河古镇 它新的气象 新婚的喜气 渲染了御水寨的风光 像这样令人陶醉的美景 在御龙雪山脚下比比皆是 山上清澈的雪水 不仅成了养殖业发展的裁员 也成了观光业经营的活水 而我们呢 即将造访的树河古镇 是一个很实际的典范 也可以说是 丽江古城发展模式的 在延晒天营养的 而现在的观赏价值 似乎是比较高 以前用来晒清科的架子 现在呢 改成供游客喝酒 喝咖啡的雅座 这一切的安排 都是为了让游客感到赏心悦目 愿意登门光顾 而我们呢 则完全是基于 久别重逢的情感考量 来好好感受一番 到底之间差异何在 至于这儿的咖啡 好不好喝呢 气氛对不对味 倒非我们所在意的 从雅座往外看 过去水道明显地变小了 把空间腾给游客散步 当地那些人也乐在其中 少了一点城市的熏霄 多了一点乡村的气息 这是树河跟丽江之间的差异 倒是在水这方面呢 都同样地重视 此地的水 无疑都是他们的灵魂 这儿的每一间民居 不是改成商店 酒吧 咖啡厅 就是打造成民宿 兼营餐饮服务 此外呢 它有像丽江古城一样的 四方街 大石桥 还有树极河河水流过 各家各户 处处是小桥流水 景物民俗也都似曾相识 相较之下 树河古镇呢 还是显得较为古仆原始 至于在一品店方面 由于它曾经是以皮革 加工 竹编等工业文明于世的 这儿呢 有树河皮匠一根锥子 走天下之说 所以在这儿的一品店当中 不难找到一些好东西 我们凭着过去的印象 找到一户十年之前 我们曾经造访过的人家 不过现在呢 应该用商家来称呼 比较贴切 庭院里成串的梨子 过去是农家用来 其实树河还有一点特色 是一般游客不太容易发现的 那就是树河以发达的教育著称 早在清朝乾隆年间 树河就开设了 由政府公住的艺学馆 还有三所私塾 使树河成为著名的人才之乡 但您若能从每家民宿主人的经营风格去感受 应该就能发觉这之间的微妙差异 来到树河 吃一样跟纳西族是脱不了关系的 不过您倒不必担心会吃到太多重复的东西 就算是简单的火锅呢 也可以吃得非常有特色 看到我们这个大铜锅了 这个铜锅里边有粉丝啊 木耳啊 白菜很多 那下面呢还有 因为它的汤是用鸡汤炖的 也有猪排骨汤啊 还有辣排骨很多 那今天我们是拿土鸡汤来炖的 那放上粉丝啊 木耳啊 那些菜进去呢 味道更加鲜美 火锅就是今天树河的古称 请观众回顾一下 这是十年之前大陆寻起 造访树河古镇时的景象 当时这儿的那些人呢 几乎都是务农 或发展手工业维生的 同样是这座建在 明代万里年间的大石桥 同样是错落有致的 明居房舍 同样是一山傍水 但十年之间的氛围 落差不可谓不大 今天树河古镇的那些人呢 都改行做观光了 生活条件自然是提升许多 这是一种趋势 更是一种选择 树河古镇跟丽江古城的布局建设 几乎是相同的 事实上呢 它可以说是丽江古城的组成部分 它属于世界文化遗产的范围之内 树河古镇又称为龙泉村 它位在丽江一北八公里的地方 早在明代这里 就已成为滇西北的重要极镇 南来北往的商人们呢 在此地聚会 到这儿来进行交易 现在呢 则被开发成为一个新的旅游景区了 现在请观众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 树河古镇 它新的气象 新婚的喜气渲染了御水寨的风光 像这样令人陶醉的美景 在御龙雪山脚下比比皆是 山上清澈的雪水 不仅成了养殖业发展的裁员 也成了观光业经营的活水 而我们呢 即将造访的树河古镇 是一个很实际的典范 也可以说是 丽江古城发展模式的再延伸 当年徐霞克 由芝山解脱临时 曾经走过此道 在他的游记中这样写着 过一枯建石桥 西沾中海 柳岸坡营 有大聚落临其上 视为石河院 而石河呢